那说话呢是人们交流感情增进了解的主要手段 在社交活动当中 它也是企业开展公共关系的最主要的方式 那因此在社交当中 要学会使用谈话的各种礼仪 以期达到成功合作的目的 那在社交场合当中呢 说话的对象要尽可能的多 尤其要与多客人去交谈 争取与每位客人怎么样都谈笑风声 让对方感觉我们注意到了他 并对他有所了解 那这样呢 我们就会受到重视的感觉 从而对你和对你所代表的单位产生好感 在任何一次成功的谈话当中啊 如何选择话题是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经常会出现冷场的局面 那当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懂得迅速的去找下个话题 因此在我们谈话当中 要学会随时注意对方的反应 要给对方机会来承受他们的观点和要求 而不是一味主观的来揣测对方 凭自己的想象做判断和发表意见 这样呢就会使对方感到怎么样 感到发言权上得不到尊重 对不对 反之呢就会使对方反感 甚至丧失了与你合作的机会了 好了 那像对方讲话的时候呢更要注意这个怎么样 目光保持平时 保持这个俯视呢会显得很傲慢 仰视呢这个会显得很悲弃 对吧 那这两种印象都不好 我们要避免 另外在谈判的当中 目光要柔和 要安详 要沉着 要随意 面部表情要尽量的保持微笑和轻松 那么谈话是以对方听见和听清为准 声音不宜过高 那尽量不要使用方言俗语来表达 那无论你的讲话多么精彩 你的目的是让对方听懂 选择主要的目标 那交谈的话题是因人而异的 要多以与对方相关的事情为话题 且不要自己侃侃而谈 多聊自己专心的话题 然后呢自己聊很专业的术语 那这样反而觉得感觉很疲惫 对吧 因此对你产生很不好的印象 那要注意营造一个良好的融洽的谈话氛围 那当对方讲话时呢 不要轻易的去打断他 那这样显得我们很粗鲁 那即使呢要补充和发表意见 我们也要等到对方讲完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什么时候话题 都要有一个结论的结果 那由于双方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就难免会有不同 甚至相悖的结论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可以与对方心平气和的 摆明自己的观点 那不仅这个是允许的 而且还是必要的 对吧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风度和谈话的技巧 那关于如何轻松的与对方谈话呢 我们今天教大家一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俗话说 撒谎不撒谎看眼睛 真不真诚看眼睛 对吧 如果客人跟你沟通 你目光飘移 怎么样就给别人感觉 你心虚或不识之邪 好了 那这期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 关注转发 我们